花蓮农改厂8月5号举行升格农业部接牌仪式 以及113周年的场庆日活动 农业部政务次长陈俊继特别道场参加 他也期许农改厂继续担当农民的后盾 并且创新研发确保粮食安全 未来要持续和各个农业、学术、单位还有农民朋友 攜手努力开创台湾农业新契机 8月1号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 花蓮农改厂在8月5号也举行的接牌仪式 及113周年场庆日活动 农业部政务次长陈俊继特别出席 也勉励花蓮厂继续为农业研发创新任务来努力 第一个期许就是希望农业部成为我们农民的靠山 然后及时的解决农民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期许是希望农业部的所有试验单位 能够透过科技的创新跟创意 来持续我们农业的一个永续发展 那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农业部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 很重要的就是都要靠我们所有的各区的试验单位跟改農场 那除了政策的配合以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技术来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 8月5号活动除了接牌还有一系列精彩的内容 呈现了花蓮农改厂近年来的努力成果 我们经过种种的考证证实了花蓮区农改厂的前世今生 那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联伦我们可以追溯到1910年 所以我们足足增加了29岁 我们也叫做百年老店了 所以说今后我们会在长官的指导之下 我们会作为我们农业农会跟农民的后盾一起来做打拼 那当然是我们开放日 所以有一系列的活泼生动有趣的活动内容 今天各位后面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执行中央的农政计划 那以及解决地方的问题 那因为场地有限 所以我们选择几项作物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我们在执行这一年办的我们的园民的计划 那我们也深耕到部落里面去 那也将这个传统的农耕 所谓的技术跟知识转换成绘本 所以今天也会做发表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开启了我们以纳料理教室 将来这个教室就作为我们教育 我们训练以及食农教育的一个基地 星期六花莲农改墙人道非凡 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 文旦首摇引进赛表扬 圆民作物保守厨房启用 农科体验食农讲堂 还有宜兰花莲地区的农特产品市集 充分展现了花莲农改厂的丰硕成就 介络会讲相报道